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师 欢迎收看订阅的关键 高分段的医生局 这边先知医生打红夫人 这红夫人好难打 没记错的话 瑟瑟昨天比赛里面 红夫人差一点点四杀 上来找到医生 来我们今天给到医生 这医生怎么第一 我觉得吃个四刀不过分吧 吃个四刀不过分吧 自己吃三刀 然后你要给一下四刀 上来先一刀 这边的话 我一直上面 直接开车嘛 先补血 对你过来了 我在开车 开完车我下车以后 把自己选一台 其实可以再等一等啊 因为如果说 因为这个级别的穷者 我觉得他们是可以做到 就是掐好这个闪现的一个时间嘛 比如说你这闪现 还是大概三四 三四秒可能比较难 要差个十秒 应该我可以看到差二十秒 他差个十秒 红夫人这边一个镜子 跟上来 吃一刀 我那个 这种操作 这不该想象啊 那怎么办呢 红夫人这把没了呀 这把有一说一 我可以瞎判断 色色已经没了 这个红夫人 不可能打了 怎么打呢 不可能赢了 我这样子啊 我稍微稍微退一点啊 这不能太自信 因为这个游戏呢 毕竟给我太多的惊喜啊 所以说我们这边就 还是收敛一点 我觉得这个局呢 监管者不可能赢了 就是 四伦开门战 保平可能性还是有的 但是这把 你想要去 争一个多抓 应该是没有了 前提啊 前提的穷者 不要出现重大失误 呃 怎么样的重大失误呢 比如说 第二波救人 我们可以看到 第二波救人 可能比如说 先知来救 医生来救什么的 不要出现重大问题吧 意外吧 也不一定是失误啊 比如出现个震慑什么的 人没捞下来 哎呦 我还是稳呢 现在感觉年纪大了 对吧 经历过了各种 惨痛的伤痕之后 现在说话真的是 毫无闻 幽兵 被通缉到了 这边的话 一个户皮跳得漂亮 捞下来以后 这咒术师 先知顶个鸟 哎哎哎 哇 这这刚才那个位置 其实可以直接救的 感觉这边 用兵等了一手 有点风险的 有点风险的 万一这个人过半的 万一你下去 那边吃个震慑 这个震慑吃完以后 是要过半的 看一下这边 抬镜子 二挂 先知还有鸟 还能救啊 这边的话 机子是够的 机子是够的 这边先知 往这边挂 回来干扰 医生的机子 但医生这边 在机子开掉了 那完了 四人开门战 这个四人开门战 能真多跑的 因为这边的话 医生可以救人 对吧 然后先知那边 休机 先知怪之外 还能支援一只鸟 又没这边 能起完机子 医生不管有没有 薄命 医生好像是没有薄命的 这医生是个双坦医生 拖一拖就行了 拖一拖就行了 怎么的 待会儿 这个鸟 大不了给医生 把人救下来 周术师这边 还有两成功呢 86的机子 往前撞 只有一个震慑 一个震慑的话 先知的机子 可能还 震慑了感觉 对吧 这医生是在薄命的 看错了 不对 他是双坦 他是双坦 他是双坦加薄命的医生 那我觉得瑟瑟这边 可以针对这个医生打吗 双坦加薄命的医生 针对这个医生打 好像也不行了 局势太烈了 这个太烈了 主要前期这个医生 这医生牵制太好 这边还有个三层锅 就往侯夫人脸上冲 大家注意啊 这边就往侯夫人脸上冲 就还有个三层锅 怎么的 这边有地窖啊 没办法 没办法 这真没办法 这边找到医生 把医生给留了吧 留医生啊 外面的话 其他人应该都能走了 其他人应该都能走了 这边留一个医生 你 牵制的这么好啊 这他阵容确实打 红夫人是一把好手啊 就相当于是一个 心理语家配先知的那种 就是很硬很扎实的 红夫人前期开刀就很难开 再加上这把医生 在刚才那个站台那边的 一波神仙操作 本来那个地方 怎么地吃一刀 有闪现有镜子 我觉得这医生也击倒了 而且这医生 如果说这医生被击倒 它是一个双弹加薄命啊 对吧 它双弹加薄命 它是没有大心脏的 说不定就 对不对 感谢大家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